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7月6号星期三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 第一个 银行卡冻结背后的大时代 第二个是他讲的是万亿资金的出逃 第二个是 疫情死灰复燃 那么牛皮吹破了 第三个是 8万检测机构在疫情中纷飞 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 我们先播报 7月6号直播一的药文简报 第一个 美国商务部说 中国允许美国的出口管制官员到五夕审查 一个叫药民生物的子公司 通过审查 将该公司 从未经核实的清单中剔除 今年2月初 药民生物的子公司被美国商务部列入未经核实的清单 药民生物就列入这个清单之后 它是两个上游的部件 一次性的生物反应器 控制器和中空纤维过滤器 那么过去10年药民生物一直是从美国进口 这两个产品 美国商务部也会及时的完成 针对这两个产品的合理使用的 核实核查程序 但是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 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办法 对这个 对这家公司进行实地核查 那么目前有33家中国公司 被美国商务部列入了未经核实的 核实的清单当中 其中包括 生产激光设备的海木星 半导体企业上海微电子装备集团 光电企业 就比如说这个世维通公司 哈尔滨 星光飞天 光电科技 另外湖南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也被列入未经核实的清单 美国一定要派官员实地考察 检查 这些 他们使用用途才会从这个清单中拿走 他们才能够买这个配件 那么现在 做了第1个动作 那么后面到底怎么样 现在不知道 这是第1 第2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俄罗斯的军队正在把乌克兰南部的 扎波罗热 扎波罗热核电站变成一座军事基地 美军从3月份起 占领这个欧洲最大的核电站 开始在这里 现在开始在这个核电站 部署重炮 并且在水库埋下地雷 6月份俄军在核电站周围还部署了火箭炮 坦克和运兵车 上个星期 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数据 突然中断 国际原子能机构维也纳总部失去了核电站 摄像头和仪器的信号 无法监测核电站的内部情况 7月6号俄军威胁 要抽干冷却池 检查冷却池有没有乌克兰军队收藏的武器 如果真的抽干冷却池 反应堆和核燃料棒 就无法冷却 会引发核灾难 俄军的部署就是要利用这个核电站 为俄罗斯供电 讲到底就是这个 第三 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5号签署法令 禁止俄罗斯的公民将以股息的形式 获得外汇 然后再转移到境外的账户 记录起生效 法令指出 俄罗斯外资监管委员会 有权限制俄罗斯的公民 把外汇转到境外账户 以及使用外国提供的电子支付系统转账 法令同时允许俄罗斯企业 向欧洲债券所有人发放 类似的债券履行偿还债务的约定 那么限制 其实这就是个外汇管制 那么这个外汇管制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财产权的上失 也就是说一些外国股东 那么他会失去获得股息的机会 第四 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 维克勒马 维克勒马辛哈 7月6号在国会宣布国家破产 并已经开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纾困问题展开谈判 斯里兰卡正在面临70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外汇储备枯竭 燃料 食品 药品都出现短缺 国内的汽油供应几乎耗尽 政府关闭了非必要的公共服务来节省能源 全国每天供电最多3个小时 80%的斯里兰卡人出现了食品短缺 维克勒马辛哈表示 目前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相当困难 英国外交部已经警告公民 目前不要前往斯里兰卡旅行 斯里兰卡累积了510亿美元的外债 外汇储备只有30亿 外债超出外汇储备的17倍 预计2002年斯里兰卡需要支付70亿美元的外债 那么这些债务一部分和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有关 过去10年 中国向斯里兰卡的基建项目提供了65亿美元的贷款 项目包括海港 机场 高速公路 发电站和港口设施 斯里兰卡的债务不断的加重 中国是斯里兰卡第三大债主 仅次于日本跟亚洲开发银行 第五 应菲律宾外长的邀请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7月5号 抵达马里拉 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 王毅7月6号将会会见 菲律宾新任总统马克思 双方将会探讨如何巩固双方 双边关系 王毅成为马克思总统上任之后 第一位受邀访 菲律宾的 受邀访问菲律宾的外国的外交部长 马克思在7月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一直建议 我们的关系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西菲律宾海 我们应该进行文化体育 甚至军事方面的交流 这对双方都有益处 马克思表示 他将会扩大菲律宾与中国的关系 包括在其他领域的讨论 比如引入更多的政府间的协议和合资企业 同一年 菲律宾驻美国大使 罗默尔德茨表示 新任总统马克思非常清楚 美中竞争中存在的隐患 他会促进菲律宾和这两个全球大国的关系 马克思总是引用一句这样的话 美国和中国是两头大象 当他们打架的时候会踩到小草 我们就是小草 中国最近接连派出高官访问菲律宾 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和菲律宾的关系 强化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地位 但是中国会跟菲律宾好到那个程度吗 我相信不会的 为什么 你听马克思说的那个话 他就是要准备 走中间路线 踩踩钢丝 但踩钢丝踩得怎么样不好说 我们且看下回分解 第6 7月6号韩国总统尹熙悦命令军方 在朝鲜挑衅的情况下 迅速而严厉地报复 并且要求军队强化实力 恶阻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项目 这是尹熙悦 5月上任之后 首次和军方会晤 此前尹熙悦已经多次表示 如果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无视警告和对话的提议 执意挑衅的话 韩国将会做出更有力的回应 一天前美国空军6架F35A隐形战机 飞抵韩国参加美军和韩国举行的联合军演 这是美军F35A战机2017年以来第1次访问韩国 第7法国卫生部长布劳恩7月6号宣布 过去24小时法国感染武汉肺炎的人数超过20万 24小时 20万 连日来法国每天平均增加12万 感染病例 卫生部门预计 法国第7波疫情将会在7月到达顶峰 布劳恩表示稍晚将会和相关部门讨论 防御法律草案 除了法国之外 欧洲多个国家的疫情也亮起红灯 新一波疫情大潮 汹汹来袭 第8 7月5号 两名被财退的特斯拉员工 向德州法院提出紧急动议 要求制止特斯拉以低于法律规定的遣散费 与员工达成离职协议 根据这项动议 特斯拉在持续裁员期间要求员工放弃所有索赔 只付给员工一到两周的工资和福利作为遣散费 而根据劳动法规定 员工应该得到60天的工资 和部分福利 特斯拉位于内华达州 斯帕克斯的超级工厂 5月和6月解雇了500名工人 这样的官司特斯拉一定会败诉 为什么 因为法律是这样规定 我不理解 马斯克作为全球首富 他为什么要干这种 既愚蠢 又低级 而且非常不人道的行为 马斯克值得大家唾弃 第7 7月4号 两家供应商在南京中级法院启动程序 申请苏宁易购破产清算 案件已经在南京中院 审判服务系统中登记 也就立案了 北京市调解机构中城院要案中心的职员指出 过去曾经有超过150家苏宁易购的供应商 到中心要求调解追回货款 其中两家供应商今年年初完成了调解 根据法院的调解书 苏宁易购要在2022年 向两家供应商 分期分时期 支付货款 可是苏宁易购连第1期都没有付清 两家供应商在7月4号向南京中院 寄出材料申请把 苏宁易购破产清算 苏宁易购去年全年营收1389亿 同比下降了45% 苏宁易购的母公司叫苏宁集团 截止去年年底负债达到1397亿 资产负债比率达到了82% 苏宁基本上已经 已经出现了另一个暴雷了 第10 香港南海控股旗下的一家公司被招商银行 告上最高法院要求贷款人 贷款保证人南海集团主席 于宁海偿还 5340万美元的欠款 招商银行指出2018年2月7号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与南海控股旗下的 美市角达成贷款协议借出1.5亿美元 这笔贷款以成天加和引成 100%的股权作为抵押品 南海控股以及于宁海作为贷款的担保人 贷款协议在2022年2月21号到期 美市角仍然没有偿还全部贷款 招行追逃未果 于是把美市角告上法庭 要求贷款担保人还款以及要求法庭 把抵押品判给招商银行所有 于宁海是香港网媒香港01的创始人 他的南海控股最近传出财政困难 6月初建英国际把于宁海告上法院 要求他赎回一笔南海控股旗下发行的 总额3.84亿港元的债券以及支付3800万港元的利息 南海集团最赚钱的一个项目 就是深圳的一个楼盘 基本上于宁海 我们见到他的职业生涯当中 唯一一个赚钱的项目就是深圳的这个楼盘 于宁海所有的项目都赔钱 于宁海做的所有的项目都是赔钱的 只有这个项目是挣钱 所以 于宁海现在应该就没钱了 11 英国卫报7月5号报道 迪斯尼可能在2024年失去 米老鼠的专利版权 在此之后任何人都可以用米老鼠的形象 创作故事 生产产品 不需要向迪斯尼 缴付版权费 米老鼠这个卡通形象是1928年面试 当年申请的版权保障期是56年 1976年迪斯尼上诉 米老鼠的版权 被延长到了75年 1998年迪斯尼又要求延长 延长到95年 按照95年计算 米老鼠的版权保障是2023年到期 2008年时代杂志报道说 每年迪斯尼的授权收入有40% 授权收入有40%来自 米老鼠 2018年中新网报道说 米老鼠系列每年能够为迪斯尼带来至少 32亿 32亿美元的收入 米老鼠的版权之所以可以延长到95年 靠的是 迪斯尼背后强大的律师团队 律师团队有多少人 350人 律师 全是律师 厉害吗 非常厉害 但是也没有用 到期了 12 最近叫中靴高 中靴高31度 室温下 放一小时不化 登上了什么 登上了热搜 微博热搜 这个中靴高是个什么呢 是一个冰淇淋的品牌 有网民把这个 中靴高的冰淇淋放在室温31度的环境之下 放了一个小时 最后 雪糕只是变得比较粘稠 但是没有融化 后来又有网友用打火机烧 放在太阳底下晒 这个冰淇淋居然仍然没有融化 然后大家就开始问 这是什么样的冰淇淋啊 这个是什么鬼 然后7月2号晚上 中靴高官方微博回应说 冰淇淋当中固体物质含量比较高 水分比较少 即使融化也不会变成一滩水 所以他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按照国家标准合法合规的生产 以火烧冰淇淋 晒冰淇淋以及加热冰淇淋的方式 判断冰淋的质量并不科学 这是我们今天的要文简报 我们今天讲第1个主题 银行卡冻结背后的大时代 万亿资金出逃 最近中国各地的银行客户发视频投诉 说他们的银行卡被无故冻结 他们的账号被冻结之后 可以转账可以把钱转进去 也可以在银行 提款机里面存款 但是就不能转出 也不能提款 那么这些投诉的银行包括什么呢 包括招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还有农业银行 那么这些银行给银行职员给出的解释是 因为涉及到防范洗钱犯罪 7月6号有网民发布了一段视频 有一家银行服务大厅里面挤满了办理这个银行卡解锁的业务的客户 有位客户说 他说我昨天银行卡里有1万多块钱 但是不能正常支付 只能进不能出 现在过来解锁 等了两个钟头 现在终于搞好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听银行的工作人员说 最近一段时间为了防止洗钱或者非法交易 这位客户说许多人在银行办理这个账户的解锁业务 另外一位客户说就在昨天我的银行卡突然被暂停使用 我当时在购物一刷卡刷不了 他说我的银行卡有异常然后我就去银行卡冲钱 又可以冲进去 可是我转账转不了 就说这张银行卡有异常 暂停使用 这个客户说银行卡暂停提款卡功能 但是也不通知这个客户 所以他立刻跑到工商银行 的一个分行排队等候解锁 他发现 不少和他同样遭遇的人 他感叹说没想到 这里面全是和我办理一样的业务 也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出现这样的问题好多人这样的问题 他们都吓坏了真的好奇怪 银行也不通知我们突然把我们的账户停了 有个女客户在视频里面说 她说昨天晚上我跟老公去购物付款的时候 看见这个显示银行卡账号异常我也懵了 今天上午去排队 她给我发一条信息说有100多个人的账号被冻结 这位女士说我们的收入都存在银行出门不带现金 如果账户被冻结 那么剩下我的半个月怎么过 因为现在就过了半个月了 那么出现冻结这个客户的银行卡 的这个银行 他既不给银行的客户发通知 也不告诉你为什么 这些我再读一遍发生这些情况的 招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都是我们觉得比较可靠的银行 律师 我找到律师的一个解释 他说这个现象是什么现象叫银行卡冻结 那么第1 问题来了第1冻结的银行卡可以打钱进去吗可以的 银行卡冻结可以打钱进去 为什么第1 锁定了 他锁定 支出功能 收入功能没有关闭 这非常可耻 银行卡可以接收汇款转账 那么部分银行卡锁定为暂时 他暂时是什么意思他到时候就会自动解锁 通常是第2天解锁或者24小时解锁 那么有一部分银行卡的锁定 不会自动解除 需要拿身份证银行卡去银行的网点 办理解锁 这是第1 第2 怎么样去解除银行卡的冻结 第1 解除银行卡冻结需要去银行卡办理卡 办理开户所在的银行营业厅去办理 它分两个级别 第1个级别就是你拿着银行卡跟身份证去任何一个分行 都可以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另外一个级别就是你必须去 去 你的开户的那个行 而且需要带超过一个身份证明文件 这是第2个级别 那么如果而且你需要 像解除冻结的时候要向 银行职员说明情况 他有问题问你 那么这就是 这就是 律师给的说法 那么最近涉及到银行账户 有关的全国性的行动有两个 第1个叫反电信诈骗 第1个反电信诈骗跟银行的活动有关 第2个叫反洗钱 反洗钱这两个活动 那么公安制定了反电信诈骗的规定 通常被很多银行拿来干什么呢 拿来限制客户的提款 限制客户的提款 但是呢这些都是涉及日常的运作 而且是防范性的 防范性的这个措施 一般来说反洗钱的行动分两个部分 跟银行有关 第1个部分 就是防范性措施 防范性措施主要集中在 申办账户的环节 就是你要去开户 那么它会设定一些条件 要你这个资料要你那个资料要你只能开一个主账号 其他要 变成二类账号等等 都是在第1个环节 防范的部分主要是在开户环节 那么核心的环节不是开户 核心的环节是追查洗钱的过程 或者是打击洗钱的过程 那么 在中国什么需要反洗钱呢 所以打击洗钱的过程跟什么有关 就跟这些 这些银行的客户 账号被锁定有关 所以 一个开户 一个就是这个打击 那么打击它为什么会锁定呢?锁定当然就是让他没办法提款 但是可能他在某个范围之内 他知道某个范围 谁在洗钱 但是他不知道是具体是谁 他可能就把相应有关的账户就给他冻结 冻结就让你去解封 解封的过程当中 解锁的过程当中 就进行筛查 大概是这样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但是什么人在中国会遭到反洗钱呢? 第1个是贪官 不过中国的贪官通常是以现金的方式存在家里 或者他们会把它买成房产 或者变成金融资产 或者是存在家里 很少会变成现金存在 银行 那么所以呢 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对这些贪官非常贴心 这个发行新的货币 都不发行百元钞 不发行百元钞就是为了照顾那些贪官 因为家里存了几亿的这个现金 如果你要发行新钞的话 那几亿现金可能会变成废纸 因为他要换这些钱 很困难 所以人民银行非常照顾这些贪官 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密切 这是第1类 第2类就是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进入银行系统通常也是 反洗钱行动的一个核心对象 但是我们很少听说中国在这个角度通过这个角度 通过反洗钱角度去 去追查犯罪所得 这个不太多 主体是什么 主体是地下钱庄 主体 中国的反洗钱主体是地下钱庄 地下钱庄是干什么的呢 地下钱庄 就是资金外逃 帮助大家 安排资金外逃 国家外汇管理局6月10号通报了10起 关于外汇违规的案例 罚款金额最高的是648万 所有处罚信息都纳入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 其中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1叫中泰汇 中泰汇购 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深圳的 非法买卖外汇案 2019年11月到2020年1月 中泰汇购电子 通过地下钱庄非法买卖外汇14笔 金额合计130万美元 该行为 行为 他的行为违反了 结汇受汇 付汇管理规定的第32条 构成非法买卖外汇行为 根据外管局条例外汇管理条例第45条 处罚人民币110万 然后外汇管理局公布的10个案例 都发生在2020年以前 非常小心谨慎 这个态度说明什么 说明现在情况非常严重 如果不严重的话 他不会用这种方式 把这个案例都安排到2020年以前 现在如果你说现在没有吗 一定有吗 那么就避免你们误会 要警示大家 又要防止大家模仿 所以把时间都 挑以前的例子来讲 地下钱庄 不是一个确定或者是规范的法律概念 他通常是一个特殊的金融组织 这个金融组织可能就是 一个人 他在金融体系 监管体系之外 利用金融机构的结算网络 从事非法买卖外汇 跨国资金转移 资金存储 以及借贷等非法金融业务 这个比较绕口 本质是什么 本质就是绕过中国的外汇管制 帮助他的客户 把人民币资金换成外汇转移到国外 这就叫地下钱庄 他是没有牌照的 他的行为 不符合现在的外汇管制条例 就这么简单 那么这些资金转移需求来自什么 来自贪官 来自赌博的资金 赌资 来自走私等等 但是 绝大部分地下钱庄的客户 都是普通老百姓 他们干什么呢 他们要润 所以要先把钱润出去 地下钱庄的运作方式通常有几种 第1种叫对敲 就是 我在境内有个账户 你在境内有个账户 我在境外有个账户 你在境外也有个账户 对敲 你把人民币转到我的账户来 我在境外把我的外汇转到你账户去 不发生 资金跨境流动 但是你的钱 就变成了 你的钱就出去了 做这个动作的人呢 这个地下钱庄呢 就需要定期的 背钱 背钱走一趟 这是第1个 叫对敲 第2个叫构建交易 构建交易是什么 构建交易就是 用虚假的交易 我们签个合同 签个合同 签个贸易合同 那么我们可能是个真实的合同 那么本来呢 你应该给我100万 结果你给了我1000万 然后本来我应该支付你一些费用 结果我支付了另外一笔钱 用这种方式 用贸易的方式 通过结算 结算差 把钱 导出去 现在主体是这种 对敲已经不灵了 为什么要限制大家用账户 就是地下钱庄要用大量的这种 账号 这种账号很容易被发现 所以有些账号用完了以后马上要换 所以他为什么限制 限制开账号 就是限制地下钱庄用账号 所以你看他的所有的动作 背后都是原因的 然后还有其他的方式啊 比如说换汇啊 比如说这个用post机啊 比如说在海外刷刷银行卡等等很多 但是主要的是这两种 一种是对敲 一种是贸易 构建一个交易 那么问题来了 中国到底有多少钱跑出去了呢 为什么最近突然一下子有这么多的人 银行账户被锁定了 我们算一下账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公安现在封成这样 普通老百姓的账号都去锁 他因为 大家知道如果要锁定到这个级别的话 其实公安在银行系统里面是大片大片的锁定 大片大片的锁定 他在频繁的抓这些 这种所谓的洗钱就是地下钱庄 地下钱庄 那到底出了多少钱要让公安封成这样 我们算账 算账给大家听 2021年12月中国的外汇储备 32502亿美元 给大家看个表 这个表会比较清楚 这个表 大家看一下表 看见没有 去年12月开始 中国的外汇储备直线往下掉 掉了多少呢 我算了个账 我们中间就忽略他 去年12月32500亿美元 中国外汇储备 然后 中国一季度 中国的贸易顺差 是2904亿 扩大50% 到2020年 2020年的5月 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多少 31278亿 贸易顺差 跑出来将近3000亿 可是外汇储备 掉了多少 掉到了31278亿 5个月的时间 中国的外汇储备少了多少 1224亿 理论上来说 中国是 双顺差 贸易项目跟资本项目都是顺差 举例 一季度 中国的经常账户 顺差是895亿 然后其中易货贸易是顺差是1450亿 第1季度 中国的贸易易货贸易 赚了1450亿 服务贸易是逆差 服务贸易通常是什么 版权费 比如说手机 这个叫什么这个谷歌 谷歌手机的这个平台使用费 OS的使用费 就是服务贸易 比如说版权费 各种各样的版权费 都是服务贸 服务贸易中国是什么 逆差 逆差是182亿 总之呢 经常项目呢 初次收入逆差428亿 二次收入顺差是56亿 总共加在一起经常项目的顺差 895亿 这是资本项目 经常项目 或者叫贸易项目 资本跟金融账户 直接投资顺差 直接投资 就是资本啊 外商投资啊 包括什么 包括外国机构投资者去买国债啊等等 总共加在一起 一季度 顺差 650亿 好 一季度的国际收支顺差 总共这两笔加在一起 顺差是1548亿 这是第1个 第2季度 没公布 我假设差不多 也是1450亿 也就是合计 上半年 中国国际收支的 顺差 有3000亿的顺差 但是呢 从 从去年12月 到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 却少了1224亿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国的国际收支的账本 有4314亿 4314 4314亿美元 这资金不见了 丢掉了 账上不见了 账上不见了 当然意味着什么 就是逃掉了 本来应该在人民银行的账本上 可是人民银行的账本少了4300亿 那么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今年1到5月份 1到5月份 中国已经发生的资金外逃 就是4300亿美元 合计大概是29000亿 2万9000亿人民币 这里面不包括6月份的 其实没有包括6月份 如果讲大数就是3万亿 半年时间跑掉了3万亿 你说人民银行封吗 人民银行肯定封啊 人民银行封了那公安部会封 公安部就使劲的封 所以你可以理解 人民银行他的万汇储备少了4300亿 于是人民银行 就和 香港金融管理局 签署了一个货币常备互换协议 人民银行用8000亿人民币 反正他也不要本钱的 8000亿人民币 跟香港金融管理局换 换了多少 9400亿港元 9400亿港元那就是1000多亿美金 那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正常的在减少 而且我怀疑 我怀疑这个1到5月份 1到5月份 中国的外汇储备可能不止少了1224亿 可能更多 要不人民银行怎么会做这个动作 那么9400亿差不多就是 差不多是1000多亿美金 除7 除7.8 这种级别的反应 所以呢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现在的情况是中国人拼命的论逃 也就拼命的逃离中国 当然就造成了资金的大规模的逃离 有些人不一定逃 人可能已经身份已经拿到了 那他也要把他的钱安排的 离开 所以 大规模的 资本大规模的逃离中国 所以呢中国的公安也是发了疯的一样追查这些地下钱庄 于是中国各地就频频的发生了银行卡被冻结的情况 理论上来说呢 银行你要是冻结他的银行卡 你至少给他发个通知 他通知不发 是什么 那当然 他理所当然的不发 这跟我没关系 这不是我干的 为什么 是公安干的 所以这些行动背后有一个大时代 这个大时代就像什么丁谢 大家还记得吗 丁谢演出的那个大时代 丁谢演出的大时代正在上演 大家要小心 有句话叫因润则润 因润则润 这个资金再这么跑的话 人民币有问题了 为什么你可以看现在人民币 人民银行敢大水漫灌吗 不敢 钱跑得这么厉害 你还大水漫灌 你这个人民币汇率不想要 所以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 这是第1个 主题一 主题二 疫情死灰复燃 牛屁吹破了 全世界迎来新一波的疫情 新的病毒 就是Omicron 这个BAT5 新的病毒变种 传播性更强 防不胜防 那么中国刚刚宣布了他们在疫情的胜利 结果 疫情又再次升温 西安7月5号深夜通报 增加了三个中度风险地区 那么到现在为止 西安目前全市总共有9个高风险区域 10个中风险区域 另外西安宣布从7月6号开始 全市实行7天管控措施 所有的人要进行核酸检测 那么个别街道的采样时间安排到了7月6号的凌晨2点到6点 疯了 你比如说委屈街道 真够委屈的 那么郭渡街道 那么当地民众不满 那的确是老人家小孩怎么办 西安的大学生就像上一次一样 整个寒假被关在校内 所以呢 所以呢如果你不走 所以呢7月2号开始 这个西安要求学校提前考试 让学生尽快的离开西安 所以 我们在视频上看到大批的市民大学生7月5号晚上 涌到西安火车站连夜逃离西安 这个 你在中国你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恐慌 这就是恐慌 逃离西安 北京 北京卫健委的副主任李扬 7月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 7月5号新增5例 确诊病例 1例无症状 从7月11号 就是下周一开始 那么进入聚居性场所的人员要接种疫苗 其他线流 预约场所 优先安排已经接种疫苗的人员 没有用的疫苗有什么用 没有效果的疫苗有什么用 为什么不进一些有效果的疫苗 这些涉及的场所包括 培训机构 图书馆 博物馆 电影院 美术馆 文化馆 体育馆 健身场 健身馆 演出娱乐场所就网吧 另外老年大学老人活动中心和老人健身娱乐场所 要尽快的接种疫苗 有网友贴出 北京市房山区夏中院 村委会 7月5号下发的通知 说60岁以上的老人不接种疫苗 即日起 暂停一家人所有的福利待遇 包括桶装水 包括节日米面油 老人 这个老人这个叫什么果园分红档 就是 村委会的权力很大的 你随时把你的权力 福利可以停掉 上海 上海浦多区的副区长 叫徐树杰7月6号通报说 上海有多名感染者 活动轨迹 和蓝锡路148号有关 主要是KTV 那么这是所有 现在商家透露 涉事的KTV已经 封起来了 KTV的客户都是大部分是年轻白领 现在正在流调 这是上海 上海也在报 就是跟KTV有关 吴希 吴希我们昨天报道了吴希进行大规模的事外消杀 今天吴希又爆出给转绿的这个 转绿的人员盖章 由网友晒这个盖出来的章 吴希说给这个黄马转绿马的人做完核酸之后 手上盖一个章 叫医疗业务专用章 而且要求你保持三天时间 图片是一个女孩的左手 那么 那么 手臂上盖这个刺目的绿色的印章 就像什么 就像大家记得吗 就是简易过的猪肉就盖一个章 很像 很像 然后这个 无锡叫梁溪区 阳明街道的卫生服务中心发声明道歉 那么说这个简单粗暴了 做法欠妥 网民不骂他能够欠妥吗他能道歉吗 这个 中国政府就是把人当做猪 最后一个是台湾台湾 台中市卫生局7月5号通报 台湾首例 这个BA5 这个家庭聚集病例 聚集当中有五人确诊其中妈妈跟两名未成年女儿 6月19号从美国入境小朋友的舅舅和外婆 到机场接机 入境之后母亲最先发病 其余人陆续确诊 目前五人当中有宜人居家照护 其他人都送网隔离情况稳定 没有出现疫情扩散的情况 那么疫情从2020年2月开始爆发到现在已经三年时间了 目前疫情又再次开始 反弹 全世界都在不断的 往前走 有各种各样的 出了疫苗 出了这个特效药 有不同的治疗的方式 疫情有不同的检测手段 不断的在进步 对病毒的认识也不断的在进步 然后隔离怎么隔离 都越来越了解这个 情况 但是可悲的是 现在 今天 中国政府跟三年前一模一样没有任何改变 原来是怎么做的现在还怎么做 唯一改变的是什么 原来用电焊现在不用电焊 现在用其他的方式 不过呢 就是原来用电焊现在上铁丝网 该封控还是封控 从防疫的思路到检测手段 从封控政策到社会组织没有任何的改变和进化 疫情开始的第1天 中国一片恐慌混乱 三年过去了 今天的中国 一模一样 一样的混乱 一样的恐慌 没有进步 我们来看看疫情当中谁 在这三年以来疫情最受益的是谁 你先讲讲看疫情这么多人受损 得益这是谁 得益这是核酸检测机构 核酸检测机构是暴力 这是个暴力行业 我们先不说检测机构有多暴力 我们先说说卖设备的公司有多赚钱 全国排名前三名的一个核酸检测设备的公司 这家公司每个月的产量是210台 核酸检测设备 每台设备价格是100多万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全国有核酸检测 有资质的公司只有8家 其中4家是这家公司的客户 三年下来全国注册的核酸检测机构 有资质的没资质的总共有多少 84000家 84000家 三年 从8家 变成了84000家 增加了多少 增加了1万倍 为什么会增加1万倍 因为核酸检测暴力 大家都要去 挣钱 挣钱的机构 越开越多 每家机构都要买设备 所以这家公司三年来 业务多到忙不过来 员工三年没回过家 他们公司大订单叫大客户订单300台起 300台起 光货款就3亿多 3亿多 那么那些十几台的客户根本没时间去做 也做不过来 所以第1年的时候这家公司的老板 问 要回家过年的举手 很多人都举手 老板说不回去的 发3个月的工资当奖金 结果没人走 疫情的第2年 同样的套路 要回家的请举手 举手 好不回家的 发多少 同样的套路 奖金增加到12个月 还有人走吗 当然没有人走 这个公司总共50个人 去年发奖金就发了3000万 你说多赚钱 那么最初的时候 核酸检测的费用是100多 极端暴力 那么现在已经降到多少 降到几块钱 几块钱 还挣钱 而且还是挣大钱 为什么 第1规模庞大 第2检测频繁 而且中间的猫腻多都数不清 总之你想挣钱就能挣的大钱 总之呢 动态清零 执行的越坚决 检测机构就越赚钱 那么现在的核酸检测的模式都是合作 为什么 正规的检测机构 要得到美国的认证 你要有你的资质 是美国的认证资质 这个认证资质需要时间 短着几个月长的要半年 那么通常是什么合作 我掏钱我买设备 你出资质我们合作 分成分钱 那么有些我买设备呢我就不买那么好的设备 所以就会出现假阳性的事故 但这不影响挣钱 你出了假阳性事故然后你就被查处 就被抓了公司倒闭 这个有资质这个机构呢就换一个公司继续找人合作 照样挣钱 只要疫情不结束 动态清零不终结 核酸检测就不会结束 就可以继续挣钱 所以一段时间下来 核酸检测市场开始洗牌 你挣了那么多钱 大家都眼红 不行 你得把一些人赶出去 不交钱不进贡的 就赶出去 不服的就抓人 7月4号辽宁卫健委 官网发布消息说5月到6月 对全省的核酸检测机构进行排查 整顿 一整顿就是把那些不是自己的人干掉 23家 折令整改 17家暂停服务 然后呢这个包括3家折令暂停和14家自行停止 那么在辽宁之前呢 青海、安徽、四川、广东 湖南、陕西、贵州、吉林、天津、内蒙、甘肃、 北京、河南 都 进行了排查 整改数量最多的是湖南 湖南这个比较 蛮横 就是暴力进行暴力 数量达到 这个整改数量达到103家 涉及到第3方的机构就有5家 疾控的有14家 那么剩下的都是医疗机构数量达到84家 那么仅次于湖南的是谁呢?四川 整改的有47家 辽宁是23家 然后是陕西 陕西是19家 整改的越多说明什么 说明背后的这种势力 这个打得很厉害 那么 基本上是这样 甚至连疾控中心都放上去 都整改 湖南 湖南连 就是我发起瞒来我连自己都害怕那种 湖南省 富有保健院什么儿童医院 三甲医院都整改 那么大体上是这样 那现在的情况是除了 除了一大批要整改的之外 另外还有就是直接 停掉取消他的资质 吊销他的许可证 有多少15家 北京湖南最多 都有4家 北京为例 北京最极端 北京有一个 普康瑞人 直接取消了这个资质 北京的精准医学实验室 北京的中同兰博 实验室还有个北京的普什 实验室这三家 直接吊销 许可证 值得一提的是丰台检察院7月5号 正式逮捕中同兰博他们实验室的三个负责人 另外前面的精准普什都抓了 北京市卫健委吊销他们的 虚可证 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涉嫌造假 检验手段违规 原始检测数据 少于样本 等严重的问题 这些问题其实是 当前中国的检测机构的日常操作 为什么要这么操作 目的只有一个 降低成本 挣更多的钱 那么查出问题不是这个机构有问题 都有问题 全部都有问题 只是有关系的就查不出来 查出来的都是要踢走的 都没有背景 没人保他的 这跟中国的反贪是一个道理 出事的不是因为出了事就倒霉了 而是因为他倒了没了才出事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研究员叫黄延忠 5月底爆料 爆料什么呢 中国各种机构 利用疫情挣大钱 中国最大的医疗试剂 制造商叫浙江迪安 浙江迪安 今年一季度营收6.9亿美元 增加60% 有一半的营收来自核酸检测 费用全部都是政府开支 另外一个叫武汉 高德 红外股份 还有一个就是海康卫视 都是生产什么监测和热成像 然后中国要求这个 公共场合进行测体温 他们的人体测温仪 年营收翻倍 中国总共建了300家 临时的方舱医院 花了40亿美元 中铁集团在中国各地建临时医院 那么过去两年中铁集团的营收稳健的增长 中国政府把防疫变成一门暴力的生意 所以你可以看到 疫情没有办法结束背后是什么 背后是商业利益 洞材清零不终结背后是什么 背后也是商业利益 好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我这里提醒一下 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 平台在洗粉 什么叫洗粉 就取消订阅 他可能以为你是僵尸 就取消订阅 我就请大家去各位网友检查一下你们的订阅 如果已经被取消订阅 你就再订阅回去 因为没有订阅就没办法接收这个平台发出的我们直播的通知 这就是目前我们遇到的情况 所以请大家注意 所以一定要尽快的 尽快的检查一下 好吗 鸣谢 谢谢 长知识来了 多谢了 王老师 谢谢 谢谢 提问 目前上海社保缴费下限 基数提高到了6520 每月 我目前没有在公司入职 之前自己交社保 这个月开始停交 停交后社保医保卡会冻结 如果生病只能自费 请问王老师怎么看停交社保 社保医保卡冻结的问题 你停交社保的医保肯定是冻结的呀 因为你医保也没有交 所以他就会冻结 是这样的 他不是个福利 情况 有网友爆料 说SOHO中国首席财务官 倪奎阳涉嫌内幕交易被警方带走调查 公司多名高管也被调查 是吗 我没有听说 第1次听到 我们去了解一下 谢谢 情况 我的农业银行卡突然被冻结 核实开户行说 因为银行卡绑定股票账户 触碰系统风险 今天一早起来解决这事 说明天解冻 OK 情况 东北吉林 疫情三个月 跳楼的人无数 情况 今天北京疫情发布会 发布消息 从7月 11号开始 要求老人 和出入公众场所的民众接受疫苗 不能借种的 要出示证明 信息发布之后 所有 回复区全是骂的 随后所有的平台热搜紧急撤掉 情况 加提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7月5号记者会上说 同盟国和日本签订的旧金山合约 由于没有中国参与准备 拟定和签订 中国政府认为它是非法无效 绝不承认 翻开近代史 当时的中国政府 或者是CCP没有参与的国际合约多的是了 赵立坚此话 此话一出 不就是自打 嘴巴的开始吗 请教外交部事先收集记者的提问吗 发言人对记者提问的内容如何产生的 好奇怎么会写出这种自己打自己脸的稿子 外交部的记者会通常不会 不会预先跟记者预约 除非他想让记者问一些问题 他会找自己国内的记者 跟他说 这个问题帮他问一下 我想说一段话 记者就帮他问一下 但是一般来说 其他的情况是不会 提前收集记者的提问 不会的 都是现场问 要不要这个发言人干啥 那领导人就不一样 你比如说李克强 李克强的记者会 那是提前预约的 外国记者也是提前预约的 情况下午和公司老总约好周日到广州 傍晚时候告诉我上海的小区被封了 2今天到深圳见客户 无论停车场 还是进小区都要24小时核酸报告 我客户说有点扰民了 情况 坐标 佛山 今天和朋友吃快餐 一个附近小工厂的老板也点快餐 拿出零钱零散钱支付 收银员惊讶 这么多零散钱 老板诉苦 转了几万块货款 银行卡被冻结 现在支付宝 微信都用不了 东筹西凑 才凑够钱来吃饭 银行卡冻结 真的很惨 所以呢 大家别忘了 你的便利是有代价的 你的便利是有代价的 第一 成全了中共的 数字极权工具 这是第1个 第2个 万一出一个状况 就这样 情况 我的建行卡半年前用手机银行转账 提示银行卡异常 因为人在国外 委托父母帮我去网点咨询 要求一定要本人去柜台解锁 也就是只能进不能出 给自己的建行卡还款都不行 此前每个月都有流入流出 不是长期不动卡 不是的 跟流出流入没关系 情况 招商银行通过支付宝消费 还信用卡 输完密码几秒钟就完成支付 但是跨行转账给朋友 就两笔几十块 又要人脸识别 又要短信验证 还要输入密码 人脸识别 几次才通过 几十块钱要这么麻烦 一夜之秋 各安天命 是的 深圳朋友在西安开分公司 开户行事普发 6月底深圳总公司向西安分公司打款170万 当天西安分公司账户向外打款时 账户余额显示为0 当即打电话问西安开户行 多次追问之下 银行经理说 资金被买了理财产品 我们很不理解 公司有两个优盾保护的情况下 它怎么进行操作 银行就直接就办了呀 银行现在都这样了吗 那中国的银行真的是 不安全 中国的资金真的不安全 大家小心了 这普发是吧 大家记住 普发干过这样的事情 情况 大家都觉得六大银行危险 说说我在外置行的经历 给大家参考 汇丰银行半年不激活账户 或者自动转存后没有更新信息 资金无法取出 如果在汇丰做房屋按揭选择固定利率 那么根据最新的政策 房屋下你对冲账户的钱也必须固定在银行不允许支付 供大家参考 对冲账户是什么意思 必须固定在银行不许支取 什么意思 没看懂 提问 在海外用银联还能取钱吗 好像有些地方可以 有些地方也不行了 提问 我在国内还有一套房 估计卖了有1000多万 怎么能转出去了 想起来有两难 不卖觉得房产被套牢 卖了又觉得大笔钱留在银行不安全 不如留着房子能住 很好 你就留着房子住呗 如果你实在觉得不安全 你就找个人嘛 找个安全的人呗 情况 说说我所知道的隐私方面 在墙内N年前就可以花钱买到相当详细的信息 很多隐私都是大家意想不到 只要想要可以从头查到脚 只会超出普通人的想象 昨晚节目当中说数据泄露 老板所描述的模板 我相信就是 出自 公安数据库 这在墙内只能算是个基础数据 其实大家都在裸奔 无论是公还是私 都有大量的信息泄露 无非是某党不用钱 普通人就可以获得 情况 贵阳猪肉上涨30% 通胀是不是也要来了 不知道 理论上来说 需求并不是那么强 除非货币失控 货币失控通胀就来 你不要说涨多少 你说多少钱吧 为什么 因为在此之前 中国的猪肉价格并不正常 猪肉价格并不正常 就是猪肉价格一直是养猪是赔钱的 所以你现在讲比例呢 不清楚 你最好是讲多少钱 讲多少钱 我们就大概知道它正不正常 提问 通过拍卖古董 艺术品 洗钱具体怎么操作 或者它的原理是什么 我不告诉你 你是要干这个吗 我不告诉你 我们今天不说吧 以后再说 有案子再说好吗 情况 在美国买房 父母开始坚持通过银行给我打钱 但是银行拒绝 后来找朋友与地下钱庄方式打过来 另外我好朋友的父亲 某二线城市的金针警察 两年前让同学以比特币的形式把钱带到加拿大 买了房子开始新的生活 我们都认为钱是父母辛苦挣的 没有任何理由禁止货币自由流通 观点 银行冻结存款频发 肯定要引起人们的不满 会激起人们的 各种过激行为 行为就不过激了吧 如果它是合理的 对吗 引起社会动荡 又引起社会动荡 因为毕竟是人们努力工作 积存的钱 而且可能很多都是赖以生存的钱 因为很多人都用手机支付 养成了没有现金生活的习惯 银行这种做 银行这么做只是恶果 制食其果 情绪 坐标深圳 南山区白石州大规模封村 习近平团队全面反击 国务院的政策跟赤子 一样冲马桶去了 也不能这么说 我不同意 动态清零从来就没有结束过 只要动态清零没有结束 只要你这个地方 这个叫那个 破防 地方官就丢乌纱帽 所以疫情一发生 只要有疫情 一新点的疫情 就大规模的采取大规模的行动 而且行动都顶格 为什么 没话讲啊 没毛病啊 保住乌纱要紧 这是跟动态清零政策有关系的 动态清零政策一直就没有取消过 提问 看到新闻 英国政府已经28位官员辞职 其中包括几位重要官员 约翰逊如果下台 会对现在的国际环境造成什么影响 关键要看谁上台 关键要看谁上来 他会是个什么样的政策 这是最关键 提问 这几天关于上海公安局10亿个人资料被拍卖的事 会不会引起内斗 新一波的高潮 不知道什么级别的问题 不知道会不会引发 因为 因为你既然是泄漏嘛 那肯定有人犯错 那谁出了问题 问题在哪 谁的问题 那是哪条线上的问题 不知道 我不觉得有多大的 对中共来说 这种问题 这种问题 看会不会产生政治影响 如果有政治影响 那就会有问题 如果没有政治影响 一仰博就过去 情况 请王老师更新一下数据 美国家庭储蓄率 从疫情最高的33.8 降到了5月份的5.4 对比60年均值的9%已经是很低水平 这个数据反映了通胀使大家钱包缩水 所以消费下降从而导致衰退的预期是有依据的 我没有看到这个5月份的数据 所以我不确定 谢谢你的提醒 观点 昨天直播二 谈到美国经济 我认为目前来看不会很快出现 如王老师所说 目前美国人手里都有钱 可以支持消费 但随着手里的钱越花越少 为什么又花越少 他不是有工作吗 而且美联储不断的加息 导致经营困难 明年大概率会发生急急衰退 这又是一轮大洗牌 洗什么牌呢 洗哪个牌 大家是不是听错了我昨天的 结论 昨天的结论是什么 昨天的结论是 美国现在的数据并不差 那么美国的美国的模式经济的模式由于疫情它发生了变化 那么原有的 原有的 叫警示指标 未必具有原有的效应 我们 我不赌 我从来不赌 说我认为就怎么样 然后你说认为好 我们来赌一把 我不赌 为什么 因为我是新闻工作者 我只 我只讲 我看到的事情 他所能够反映的结果 就像这个网友说 说美国五月份的储蓄率已经跌到了5.4 这个我没看到这个数据 我没看到这个数据 所以我没有这个结论 我看到这个数据 我就会有这个结论 所以 你会有你的观点 没问题 但是我还是 我还是认为我昨天的节目 我坚持我昨天的看法 我认为美国经济的 逻辑开始发生变化 所以那些 这个投资银行的证券分析师的看法 我不同意 我认为他们用原来的指标 来判断经济的结果 不一定是对的 我没有说美国经济不衰退 我没有说美国经济不衰退 我也没有说 美国经济明年不会衰退 我只是说 我现在看到的数据 不反映美国经济会衰退 OK 我没有预测 我预测不是我的工作 情况 今天听群里一个姐姐说他没有打疫苗 因为他有过敏史 医院直接开证明 接诊医生告诉他 有人两针疫苗之后得了慢性循麻疹 我才知道为什么去年7月开始 我莫名其妙的发循麻疹 以前没有这个病家族也没有病史 我是去年6月份接种的第2针 观点每天看王老师的节目 也许是这两年 一年不如一年 各国的政客 都跟蠢货一样导致了各种危机 看王老师分析时事 时间越长 就对未来感觉的越悲观 今天突然希望王老师如果是 时不时做一区与时政无关的生活节目 比如茶艺 小孩教育 国外生活指南等等 也应该受我们欢迎 换换心情 我做了两年节目 我心情都没有改变过 我仍然对生活保持希望 我仍然认为我们的未来是有希望的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觉得悲观失望 可能你把希望放在别人身上 你才会悲观失望 我们要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自己身上 把所有的寄托都放在自己手上 我们就不会未来 悲观失望 为什么 因为我们足够努力 所以我在这里劝大家 有些网友说看了我的节目就悲观失望 你想一下你做了些什么 如果你是在努力的生活 你为什么要悲观失望 我们说的是大时代 大时代 以千亿以万亿为规模的财富正在消失 是的 那的确让人很痛心 但是跟你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你银行账号还是那些钱 如果你没有听 没有听劝告 还去买股票 还去买理财产品 你遇到了问题 你能怪谁呢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同意这个网友的看法 看新闻 如果你真的会让你失去希望的话 说明你不够努力 说明你没有把希望放到自己身上 希望从来是自己给自己 没有别人给你希望 只有自己给自己希望 情况 今天合肥 公立幼儿园网上报名 很多家长请假报名 但公布的网页无法访问 中午却有人通过非公布的网页报名成功 消息传开 这个网页很快无法进入 家长们怒了 找到性访办 性访办说 报上名 都是人家有本事 群众更怒闹到晚上10点 得到的答复是学位不够只能靠抢 家长要求政府签字保证有学校名额 学校代表不肯签 只说 后续考虑遥号调剂到其他学校 几个月前政府就摸底过 即将入学的数字烂透了 的确是烂透了 提问 王先生多次提到银行存款保险 请问这个赔付是否有先例 基于中共一贯的无耻作风 我很怀疑这个巨量的赔付能够兑现 合理怀疑 我没有看到过 我没有碰到过 情况 全国警务相关的信息汇总就在上海 全国110报警和上访信息 这家国企都可以查询 因为工作需要和这家公司领导接触 发现信息安全 防护意识不强 出事也是迟早的事 情况 厅级以上的干部 包括退休的 要签一个不接触外国媒体 和使节的保证书 情绪 真相是不会害人的 真相才是最大的正能量 我们面对真相 感谢王老师 谢谢 好 鸣谢 唐伟 谢谢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下个节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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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